透過機械手臂幫助醫生在進行腦部手術時 藉由獲得爐內的即時影像 手術更加快速安全 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執行中心 在新竹生醫園區 生醫科技與產品研發大樓 舉行光球啟動典禮 匯集100家以上生計公司 總投資超過400億 打造新竹生計醫藥部落 我們這個技術比較特別的是 它整合了我們現在最尖端的科技 包括像人工智慧 機器手臂 還有我們一些比較特殊的感測技術 應用上面來講很廣 包括說在腦部的地方 都是我們可以應用的範圍 沒有個地方都有它的特色存在 那就是部長是把它整合了 整合了台灣全省各地的科技部落 再把在生醫園區裡面整了起來 所以這些都是我們目前為止 國家發展的已經有一個著寫 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 執行中心的成立 將能發揮產業領航 專案管理及政府智庫的角色 串聯從北到南的在地醫材及藥品 特色聚落將成為創新的生醫廊代 包括南港新藥產業聚落 新竹生計醫藥聚落 中南部特色生醫聚落 發展精準醫學 國際級特色醫療聚落 即推動健康福祉產業 所以未來我們所有的這一些人才 大家可以有更多的密集的互通 那我相信台灣的生醫廊代一定會成為亞洲地區 一個很好的典範 整合創新聚落就是要 燦聯從北到南的特色聚落 成為台灣的生醫廊代 就是要發揮台灣的特點 推動併購及車類聯盟 致力開拓國際市場 生醫產業創新推動方案執行中心的成立 將能有效達成連結在地 連結國際 連結未來三大願景 促進生醫產業 增加高薪就業的目標 讓新竹成為國際生醫的研發重鎮